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大盘它是属于一个上下正幅 超过400点 超过400点 虽然说今天的盘中的加选指数 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 它是属于一个震荡取量以外 那如果说今天盘后 融资它是一度的减少 那大概的话这个盘是比较稳定 那如果说这个盘是 融资并没有大幅的一个减少的话 我认为这个礼拜 进入到所谓的下半周以后 这个震荡的一个剧烈的一个程度 不是一般投资人 他可以承受的 第二点目前为止融资的一个水位 融资的一个水位 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接近快要3000亿的一个融资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我常常跟大家讲 你现股都没办法赚钱了 你为什么要用融资 就是所谓的贪心做税 其实盘老师在股票市场里面 都超过20年了 这个中间的话看到很多的一些投资人 他能够发家致富 相对的有一些很多的投资人 本来是好亚人 负一代 负二代 负三代 最后在股票市场里面 几乎赔了非常多 这个一定要得到惨痛的教训 你才会得到一个宝贵的一个经验 那何必花个三五千万 去学一个经验 还是说去学一个教训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为什么会没有办法 这个叫人性 人从小时候开始学习 老师 家庭 社会的一个教育 造成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 他有各种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贪心 贪婪 不切实际 很投机 你在极短线的当中 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他 他会受到这个强烈的教训 他可能哪一天他想通了 他才会怎么样 才会发愤图强 不然都没有办法 我之前踏入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我也教了很多的投资人 你这个应该比较这样子来处置 可能对你比较有利 但是他们总是找了很多的理由 结果到最后 都是败在这个 所谓的股票市场里面 我没说我真厉害的 但是大盘我绝对看得懂 股票我绝对看得懂 我也有资格坐在那边 教你怎么样做股票 这个很重要 人家说这个粮师难求 严老师就是一个粮师 我们有什么一些 什么很奇奇怪怪的动作 不需要 直求对决 我把我会的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要听 你会终身受益 如果说你不听 你就把它翻篇了好不好 那今天的一个大盘请注意 早上的一个盘是开出来是三点高 三点高盘的话 这个K棒形态 今天一定要收红K 但是今天是收黑K的 上下的政府400点 最后一盘是属于一个下沙取量 但是你会发现 严老师台积电没有跌 台积电还上涨 台积电既然还上涨 那这个大盘 对不对 那它为什么会跌 今天只是刚刚开始起跌 第一个讯号 今天是3月26号 节目一开始开中民意 我就跟你讲了 本周会面临到巨大的震荡 而且是往下的震荡 不是往上 我相信你今天看节目看那么多 也许你从一点半开始看这些同步老师 同意的节目 甚至说你上网去看 应该不会有个老师跟你讲 危机已经产生了 那怎么样来度过这个危机 我是觉得很简单 你持股的部分要减码 减码 那你留在这个市场里面的股票 你要随时去注意到 有时候的话反弹就要卖掉 强的话当然是可以虚报 那弱的呢 弱的反弹要卖掉 刚刚讲过了 如果说是超级弱的股票呢 那你该停损你还是要停损 我相信全市场没有人这么勇敢 能够跟你讲实话 因为我跟你讲 讲实话在这个市场里面 它是没有任何票房的 懂不懂 反而是那种华众驱宠的 这个一定会有这个 一定会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流量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今天最强的是16类 之前是15类 对不对 重电 现在这个叫电信电缆 这个叫华电 这个叫液态 这个叫华龙 这个叫龙星 这些戏机 你今天不管去看网路也好 甚至说你在电视节目里面 看到也好 突然之间 那大卫考博飞出来了 变魔术了 他就变这四肢 给你看 他也不跟你讲说 他到底有没有吗 龙星 华龙 乙态 华电 作弊做得很明显 这个不好啦 懂不懂 我们有就说有 没有就是没有嘛 不需要那边说三道士的 另外有些给他打到跌听板 那最近有反弹 你还是要卖 比如说4979华星光 这反弹要站在卖方 今天的话成交量有没有 停损量一万多张 你去追的人 现在几乎都受伤了 未来不会有人跟你讲这支 3363的上全 涨上去每个都跟你讲 跌下来不会讲了啦 今天停损量九千多张啊 九千多张啊 这是最红的对不对 二月份最红的啦 叫新日新啦 今天停损啊 一万两千张啊 也不会有人拿出来跟你讲啊 这个就是市场 报喜不报忧 跌停的股票通通没有了 通通没有了 涨停的股票通通都有啊 那个不是变魔术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胸口碎大石 对不对 摇手机摇摇热 不然就是挂葡萄嘛 对不对 涨停板就我家的 我就挂起来 对不对 一天涨停板我就挂一根 两根涨停板我就挂两根 每天我就挂葡萄啊 严谣老师不会哦 我有没有说过 股票市场里面有买有卖 你认同吧 但是你有没有做到 如果说你认同 你做不到 那你只有50分 你连60分你都达不到啦 严老师身体力行 来请注意 来 三月四号先卖出去 四大金刚的振发 再卖出去秦亚 再卖出亚细 亚细赚得比较多 新富星赚最多 快要赚到百分之百了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什么啦 这个已经过去了 那股票有买有卖 不能停嘛 三月十时到卖出去达新材料 然后呢 AI伺服器转弱 我卖出去起红 看到了 隔天再卖出去双红 这最强的股票都被我卖掉了 那今天要卖什么 今天当然要卖啊 你有赚才能卖哦 你手动股票如果说你没有赚的 我跟你讲 有些老师是没有东西可以卖的哦 你知道吗 人家说在菜家里买东西 为什么 他要赚钱嘛 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卖股票也是为了做什么 赚钱 这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没办法去了解 股票本来就是有买有卖嘛 你看过哪一个投资人只有买没有卖 王永庆也做不到啦 对不对 富邦的总裁也做不到啦 你做得到吗 我跟你讲你们老师就做得到 你们老师从来都没有卖过股票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严老师今天卖出去两档验证一下 爱马斯科技最后一笔单 老师你赚太少了 对我赚很少 我先讲最后一笔单哦 来 我卖掉哦 你不要说老师哦 你够低级没啦 你免卡电回来好吗 我跟你说我买掉了啦 我说我说我通那档股票 人家操作是赚钱的 你操作是赚钱还是赔钱啊 我们从这通简讯来看嘛 是不是 好我们再看这通简讯 这个就更好玩哦 来2417的原钢 我赚了25% 我不是卖在谍听板哦 这是11点19分哦 这档股票就有学问哦 11点东在这边啦 在这啦在这啦 48块啦在这啦 我11点19分卖的哦 你千万不要跟老师说 老师是不是你卖下来了 我没有那么大伪 我也没有那么伟大 我也不是国父啊 你不要给我扣帽子说 老师你就从48块钱 沿路给我卖下来了 我们这个行内有句话哦 你我都是透过这个电脑荧幕来对决啊 看得懂的拿对看得懂的你就赢了啦 我不会笨到说去卖在谍听板啦 我是赚钱的哦 那你今天的话这个价差15%哦 这投资人真的可怜啊 以前我还会劝大家 现在我连劝都不要劝了 探钱的同样在这里送啦 了解的呢 一样在那边哀声叹气嘛 哀声叹气的人生啊 对自己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是我最近哦 有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领悟啊 这个有时候 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出现两个人啊 一个是剑神啊 叫李纯刚 另外一个是他的徒弟啊 两个在讲 师父啊 这个你用剑的方法是什么 他说勇往直前一步都不退 股票市场那边也是一样啊 你对的东西你就要坚持嘛 我在节目里面我是不是跟你讲 虽然说现在是多方嘛 我没有叫你去睡公园嘛 睡公园的人睡到现在已经变僵尸了啦 啊 回来 现在在走多方 融资太多了 本周开始震荡 本周开始洗盘 所以我今天我的测标你看一下 你今天测标你一定要看哦 今天是3月26号 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哦 严恩老师请你做持股诊断 持股见着 为什么要做 我要保护你的身家性命安全 我要保护你的身家性命安全 平常我都不会打电话 今天你放心 你只要完成登记了 你如果听不到我的声音哦 我没有回电 我随便你 我今天每一通电话我都会亲自回啦 都会亲自回啦 因为我知道你现在紧张害怕嘛 不知所措啊 没有关系 我在 我在 我也不会恐吓你 你还要让我看一个对不对 应该要出 我会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啊 听不听在你 好 有些股票要报 我也会跟你讲嘛 这个地方可能只是震荡整理一下 好 你先报一下 这个就是两个方法啦 看来懂的人就会告诉你啦 但是今天我非常有诚意 是由我亲自的回电 我相信一个课的话 最少要花十分钟啊 我可能要花到多少 我可能要回到 回得很晚 明天都有可能啊 因为每一次持股分析啊 尹老师是深受好评啊 但是我这边给你一个暗示啦 全资股高价股会跌 小型股它会涨 小型股它不见得它会跌哦 来 举个例子 来 今天最强的股票叫索罗门 昨天最强的股票也叫索罗门 前天最强的股票也叫索罗门 从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到今天 就是索罗门 股本17亿的小型股 这种股本不见得它会跌啊 讲多久啦 老师你讲了很久了 那你赚了没啊 莲庄不是叫你去打打球 不是叫去打麻将啊 打麻将莲庄没有什么啦 这个莲庄才厉害啊 一支就10% 两支就20% 三支就是30% 你打麻将有机会赚到30%吗 你带1万块钱去赌对不对 你联个庄你有机会赚到3000块吗 这个比较快啦 买队股票这个比较快啦 礼拜一还在涨嘛 老师 这个是不是叫做大莲庄 是啦 好啦 你随便讲啦 大莲庄 你看啊 今天呢 今天超级啊 超级莲庄啊 要不要卖 要卖啦 我昨天就跟你讲要卖啦 老师啊 今天还涨底板 你为什么说昨天就叫人家卖啊 我跟你讲我不会说谎啦 说谎是怎么样 对自己喔 对自己不诚信 你对自己不诚信的人喔 你对别人也会一样不诚信 这个人啊都是需要教育 人啊 人啊真的有时候不是很老实啊 我说实在话 在某种原因之下他不见得会老实嘛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 对不对 财经台啊 我们不能去误导这个所有的观众啊 该诚实就诚实啊 颜老师昨天有提醒你啦 你可以卖了 我今天还是再度的提醒你 涨太多了 可以先卖一趟 等拉回再说 那投资人的习信我就不用讲了啦 这张字卡你应该都有看过啦 你可能也在做这种事啦 你看错的时候你就拼命做 紧张了拼命做 稍微休息一下嘛 那你看对的时候你就Q了 手就Q了就不敢做嘛 我反而要告诉你啊 这张字卡你看仔细啊 正确的执行力加纪律啊 你在未来才能够有转机 才能够反败为胜 才能够大获全胜啊 我们手动的股票不是说全部都卖掉 没有哦 什么样股票要留大波段的 底部起涨的 未来还会涨的 我们没有卖 我们的股票是有选择性的 我今天的股票有调节哦 也有停损掉的哦 我很老实的我告诉你哦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是最好的 最好的状况 我可以迎接未来的挑战啊 那我来举一下我手中的一档股票 我相信你一定有看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它 它叫华电网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华电网 我跟你讲的时候是这样 我说早上起来都没去啦 够够睡啊 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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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哦 这里有人在Cue哦 Cue哦 哇 我说有文章嘛 我把我的看法写在这边啦 有文章 唱歌的那个也叫文章啦 但是这一档股票 华电网有文章啊 我上个礼拜五我就告诉你 叫你要注意啦 今天的华电网那好玩哦 来 这边 来 涨8% 你有沒有賣 我没有賣 我先讲哦 那18%我舍不得卖哦 我有沒有做哦 我相信这个解讯你应该都有看过啦 来 普通会员呢 华电网 上个礼拜五我告诉你是亮灯 叮咚 涨底板 吃股是虚包 我要卖我会通知你啊 礼拜五我跟你讲啊 礼拜二今天我跟你讲我还没卖 这样可以啦 阿老师这个重电股最近在涨 我知道啊 15类的我不会买 16类的我也不会买 我会买这一次啦 我当时买这种稳的啦 稳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不要稳啦 今天一样涨啦 是不是 这个稳啦 这个稳啦 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给你看啦 我怕你又猜到了 你又跑进去买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啊 你看这个节目你放轻松一点啦好不好 没有那么可怕 没有那么可怕 一切事情都可以解决啦 事情还没有很严重之前 都有办法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来 这是我们轮源公司啊 轮源证券公司啊 这个针对投资人啊 针对我们的准客户啊 你今天股票来拉近一点喔 股票麻烦你填写一下喔 你的股票代号名称 买进的价钱 买进的张数 有没有融资 有没有用融券 这个整段的一个建议的内容 由严老师亲自的回电给你 好不好 你等一下电话记得一定要拨通 只要电话拨通了 都是由本能果严老师亲自的回电 那你也可以扫描我们QR Code 在QR Code里面直接告诉我们 你手中有哪一些的股票 那先把大家持股诊断的一个问题 处理好了之后 未来有像这种所罗门的 这种开始喷的 开始涨的 超级连庄的 一路大赚的 我们就会通知你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动作 先做持股诊断 直接扫描QR Code 把你的股票告诉我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资金开始回收 准备做下一档的一个标股 来 严老师亲自回电 机会在这边 打电话 扫描QR Code都可以 好好把握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推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就专线02 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头户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平家专线02 23219933 23219933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遇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可供行人 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要防范于未来 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赶快去处理的话 这个叫抢得先机要 这个买股票也是一样 卖股票也是一样 那未来的大盘 会不会如严老师所说的 那开始高档震荡整理 开始下沙举量 甚至有些全职股的话 它修正的幅度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当然不是什么样的股票都会跌啦 小资的 基本面好的 财报好的 反而会在这一波里面 它会变成亮晶晶 亮晶晶的意思你懂吧 华天王是不是亮晶晶 是嘛 今天涨8% 收盘再创波段新高 还有没有 当然有 隆德造船 老师 我跟你讲隆德造船今天 再创波段新高 是不是验证了 老师跟你讲 要买股票要买新的 要买股票要买底噴的 要买股票要买这个的 可以翻身的 可以翻倍的 是吧 完全验证了嘛 底噴 是吧 賣掉就赚钱了 等拉回 剛剛好拉回 看名字 不给你翻倍的 可惡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老师买股票没有 我不知道 我的肥丸应该知道 我的肥丸应该知道 這支单股的 股票的操作不是三两三 這次才剛剛起漲 對不對 最近也在拉回 有沒有機會 你慢慢看 我們今天就是服務大家 今天大家心情放輕鬆 我們先做一個公益 公益 一樣是非常喜歡做公益 做義工好不好 今天我們這個全國 運動財經台所有的觀眾 手中有任何的股票 今天只要打地方進來的 把你的股票代號 股票名稱 買進來價位 張數 有沒有融資來操作 顏老師 針對每一個我們的觀眾 每一個我們親愛的投資人 老師都會親自的回電 你可以用打電話的 也可以怎麼樣 來 直接掃描就可以了 好不好 掃描QR Code以後 把你的問題直接在QR Code裡面 跟顏老師講 老師看到以後會馬上回復消息 好不好 有沒有比這個索羅門更強的 有 你願意的話 願意的話 下一支索羅門我帶你做 好不好 我們今天也一樣了 單股168做完一檔再一檔 來 今天的話要 對不對 持股診斷的 不過打電話以外也可以直接掃描 很重要一定要掃描 股票問題也要是親自幫你解決 我們明天見 ag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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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agaz A After 所以大家要看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班牛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义友 驻转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渊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渊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